看郑先生花了钱却受了气 因为他的新手机 几年前他买了 但是不到六天就坏掉 六年来他在这些年来 花了好多次来去修理它 不过想不到最后一次 他把手机送给代理商维修时 却更离谱了 拿回来的时候却发现 他里面的电话号码 怎么通通都变成是别人的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说 我更换了这么多次手机维修之后 结果这次更换回来 里面还有别人的通讯资料 手机买了两年 现在却几乎完全没在用 曾先生生气的说 98年8月买了新手机 才六天就出现搜寻不好的问题 拿去送修 其次还有换支新的 没想到状况还在 在送修第三四五次 代理商帮他更新软体 没想到手机还是怪怪的 到第六次则是更换了机版 两年送修六次 浪费时间不说更夸张的是 最后一次机版换回来 里面出现的电话号码 却通通都是别人的 这些看起来就是 前一个使用者所使用的电话 不资料 最后一次换来的机版 就是所谓的良品 也就是代理商把修好 别人的机版换到自己的手机里 不过曾先生说 品管未免太松散 让个资全曝光 手机里现在多了99个号码 自己通通不认识 想到自己的机版 也流入别人的手中 想到就害怕 像有些人可能就是 会买资料或干嘛的 尤其像这种手机这种 或者是一专银行的资料 我觉得都很有可能的 万一有一些 比较限制性的画面的话 这些如果被他们 不小心流露出去的话 这对一般消费者 是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 代理商强调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也会将手机 收回来做检查 看看宋修单下头标语 写着给你方便 去不随便 曾先生说 未免太恐刺了 终点新闻 青帮金网局经常本报道 这里也有